香港市民即将用上新版港币了 当地时间12月11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 新版港币会按面额大小的顺序推出市场 1000港元纸钞12月12日就将面试 500港元纸钞则于2019年1月23日推出 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 三间发钞行同时发行各自设计的钞票 至于市民常用来包红包的100港元、50港元及20港元纸钞 在春节前赶不及印刷 最快于2019年年终推出 香港金融管理局专家陈叶小明表示 旧款钞票仍可流通 以自然方式逐步淘汰 他预计三年能基本替换掉市场上的旧钞 出于以风险为本的考量 政府先发行1000港元和500港元纸钞 因为以往高面额的伪钞较多 对市民造成的损失大一些 政府要先处理高风险钞票 如果所有的钞票、流通的钞票 总共是27亿张 所以都要有一个时间 所以如果分回先后次序 或者我们的风险来说 都希望先做一些高面额 然后量大而面额低的那些 都是要随时人的 1000元首批的印量就是9000万张 约为流通量的四成 也都是足够满足市场的需要 至于500元 首批的印制量是2亿3000万张 也都是流通量的六成 经管局还展示了部分新钞的制作工艺 香港印钞有限公司总经理阮智才表示 一般来说钞票寿命是3至5年 由于新钞在正反两面加入了保护涂层 增加了耐用程度 钞票寿命可达5至7年 新钞由于加入荧光透视银网 凹凸手管等多重防伪新技术 制作步骤比以前更复杂 而且香港印钞公司要同时印出 三种版本的纸钞 整个制作过程需要约一个月 据了解如今市面上使用的最新一期港元纸币是2010年版本 2018香港新钞票系列与现实市面流通钞票一样 共有五个面额 同面额的颜色相同 本次也是三间发钞银行 首次统一了相同面值钞票背面的设计主题 新钞背面以直幅方式设计 方便与现实以横幅方式设计的流通钞票进行区分